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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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禮拜六一大早 我們來開始上課 所以我們今天談是什麼 美国一些基本精神还有那个跟宪法的关系 所以就是我昨天也在重新开始整理一些美国宪法的资料 因为这一方面其实我们需要那个助理来帮忙 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助理来帮忙整理一些美国宪法的资料 因为我们将来如果要谈台湾的那个基本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说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资料要过滤 有很多很多的资料要过滤 所以既然我一个人比较 因为我还有很多林博士交代的其他的 这个事务就每天在忙 还有有时候有时候一个州啊 他有交代什么事情 我必须忙了好几天再处理 处理什么事情 所以比较需要长期的一个助理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 整理那个宪法相关资料 就像我们要看很多州宪法 还有其他国的宪法 我们就把那个起码把那个章节的标题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这样我们就知道别人的宪法里面到底在谈什么 每个不一样 那我们就常常说的 今天很多人对那个宪法 我觉得现在人常常有一个很单纯的想法 他都说什么 他说美国宪法比较短 美国宪法就可能好像主要的分类有七张 这个都什么都可以包括 所以将来他说将来我们台湾基本法也是就简单的几句什么 告诉各位这个观念是绝对要抛开 因为这个就是美国宪法 他有两百多年的司法判決 也是适同他的他的解释条文 我们直接用美国的对宪法每一个每一条每一项每一款 很多很多的那个司法判決当做他的解释 那你一个新型国家 或者新型的一个领土海外管辖地 这个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在累积所有的东西 OK 所以这个回到宪法的 我们先谈一个基本精神就是 我发现很多人也有这个误解就是说 就算你给他 那个美国宪法条文 不管你给他英文 你给他中文翻译 你问他你就说 这几个问题宪法有没有谈 他就可能整个看完说 这个宪法没有谈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错误 因为那个宪法虽然只有七章号 天下所有的问题都有谈 你必须有这个观念 每一个问题在里面都可以交到答案 每一个问题没有例外的 所以他们美国大法官谈堕胎 堕胎是否合法 他从宪法里面找到宪法的解释 符合宪法的解释 包罗万象 所以你怎么去了解呢 那这个就是要回到司法判决 司法判决再谈 所以像如果你看那个最早 那个堕胎的那个判决文 他从隐私传个人对自己身体的 所谓自我管理的能力 他把这个整个历史他都谈了 从美国还在殖民地的时代 他一直谈过来 从历史从法里 然后他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 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结果 但是 他是按照那个宪法的那个 内涵和精神来做出这样一个判决 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就说 美国宪法对军事管辖有什么有什么权利 如果你里面找不到 你就是要回到司法判决 看他们怎么解释 其实军事管辖船主要是1866年的一个判决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那个时候开始是 美国摩西克战争后1866年 美国摩西克战争后后续的一些判决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们军事政府跟戒严法比较没有分 现在军事政府是外国地我在管的 戒严法是我自己国度在管的 所以像 像这个台湾就说什么戒严法 这个法理上好像不同 因为台湾 是应该是属于军事政府 就是蒋介石来的时候 这个也是外国地 这也是外国地 没有国际上 没有什么敌军投降 这个领土是我的 有这个例子吗 什么地方有这个例子 我每一次碰到他们 这些人在讲这个 我说那按照你的道理 那伊拉克属于美国国内领土 我说那是你讲的 有这样情形吗 伊拉克投降变成美国的吗 对啊那哪有台湾投降变成中国的 阿凯罗宣言 阿凯罗宣言是一个公报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条约啊 我说你这个逻辑不同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一个情形 所以 我们先也必须有这个观念 就是说 他的宪法里面 其实什么都可以谈 什么都可以谈 那就算 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我读了一个高中 是刚好我得到奖学金 去读马州的一个高中 我们本来 我小时候在Ohio 比较属于中部的 后来我得到一个奖学金 去马州去向高中 那个高中 也曾经有好几个美国总统 在那里读书 他已经跟美国差不多一样的 的历史渊源 都跟美国 就是当初承办的 跟美国 美国整个国家开始 也是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历史很悠久 当然刚开始办的时候就有 可能只有几十个学生 但是到我读的时候 是八百多个学生 啊我们在那边 啊我们高三就是 就是从美国宪法看美国历史 就一年这样的课程 所以我们都对那个有 很深的一个感觉很体润 所以来到台湾很多年后 大家在谈台湾问题台湾问题 啊我第一个感觉就说 嗯这个答案 去美国宪法都可以找得到 啊我太太觉得很奇怪 嗯什么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都可以 用宪法来解决 也可以找到 探讨的那个 呃正确的角度嘛 所以他说怎么怎么谱 我说这个就是跟谱瓜一样 其实刚开始就很简单嘛 一个下午就可以做 你把所有跟台湾有关的 那个文件嘛 你全部 因为我们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了嘛 啊所有的文件 你有什么开罗宣言 波士丹宣言 日本投赏书 旧金山和平条约 台北条约啊什么 美国那三个公报 你把这些全部摆在桌上 全部摆在桌上 全部摆在桌上 啊你就开始看宪法 你开始看这个东西 在里面有没有提到 这个有没有提到 你宪法看了一两次以后 你就找到答案 参议院就通过了那个条约 是法律上位阶最高的 所以所有的文件里面 你就知道答案在旧金山合约 其他的先不用看 好那你就找旧金山和平条约 旧金山和平条约 你再看 哪几条涉及到台湾 第二条B 他放弃所有的什么 相关的一些权利嘛 日本放弃吧 再来第四条B 说美军有什么样的管辖权啊 美国军事政府 啊这个什么意思 然后到后来23条 谁是签署国 主要占领权 这些词句什么意思 什么叫美国军事政府 对不对 那你再回到宪法 军事政府啊这个在什么地方 那你就去找那个网路 军事政府 他就说这一方面军事政府这个 比较具体的开始就是 那个1866年那个司法判警 那你就去那边去看 然后再去找陆军总署的那相关 那个说明文件 就这样 反正每一个步骤 你要研究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每一个步骤 你就是宪法作为你的一个指导老师 就这样把它交出来 然后你说台湾关系法 那台湾关系法 美国的国内法 美国的国内法 那这个不是一个条约 那怎么会美国的国内法 这个是很奇怪 所以你去找到 朱士马基嘛 去了解 那个宪法就带着你走 这个 我就是 我们都是用这样一个方式 来一步一步研究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很多事情 你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 我这个宪法基本 它的那个结构 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 然后 我们在里面要教到什么 我们都 我们都从里面去 找到一个相关条文 不够清楚 再回到很多很多的司法判局 那 那 你看到台湾来讲 台湾就变成 如果是美国搭下来的 那其他的地方 美国搭下来的 后来变成怎么样呢 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嘛 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像 美国 有很多那个战争啊 后来 那个领土啊 就割让给美国 到美国去嘛 对不对 所以从美国 墨西哥战争那个时候 就 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 还有新墨西哥州啊 Arizona州啊 这些都是因为战争 美国先占领 后来在和平条约 就 谈好条件 那这个又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 我在网路上也看过这个分析 每一个条约 不管那个军队 有没有在 在场 就说占领的话 墙上这个军队就在那个当地 但是和平条约 生效的时候 到底领土的割让 过户给对方 yes no 有没有 或是什么程度的嘛 对不对 今天 今天 如果 如果你 我们把这个 红色的这块布 如果 我们把上面当做美国 那这样 阿拉斯加 我都划不到 阿拉斯加还要上去 但是这个美国来讲 那美国 过摩西哥战争 跑到摩西哥 都跑到很远 那个军队都跑到很远 跑到很远 那个地方都有美军 今天的边界 我们就说是这里 但是今天的边界 当时不知道边界会在哪里 那个战争后 后来战争后 他就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边界 但是按照 这个蓝莹的立场 你这个地方 我军队在 你没有说不给我 当然是我的 有没有 蓝莹 在台湾 占地为王 有没有 他的意思就是 你没有说不给我 所以当然是给我 乱七八糟 国际法上 没有这个道理 很简单嘛 你要反驳他 你告诉我 世界上有哪一个这种情形 潜力啊 你必须有潜力啊 要不然那是你自己 发明的理由 不成立啊 实际上 美国 摩西哥战争 美军都在这里啊 全部都有啦 而和平条约生效 去美国的边界 本来是更北边的 没有加州的 没有这些 是更北边的 后来就重新化 边界在这里 美军在这里怎么办 回去啊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 总一句话 那个领土的过户 领土的割让 是在条约 很明确的给你 不是你在那里换算哦 什么我的军队都在 所以那是我的 所以九金山和平条约 你看下来 不管从历史从哪里 是台湾没有给中华民国 连赞说什么六个情形都给他们 不是六个是零个 零个 没有一个都没有 而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POWER说 ROC在台湾没有主权 为什么另外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为什么那个人说 中华国没有确定的议题 啊你连赞有种 你去告嘛 你可以告他侮辱啊 你可以告他什么 啊你为什么不告啊 啊他这样讲 啊他是国家的大官 那那个国家也是联合国会员 那那你呢 你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听谁的 对不对 做这种 因为因为战争法 我们常常谈到一些战争法 美国的那个宪法 也有承认这个国际法 国际法的一部分 战争法 战争法把人家搞砸了就是 他没有全部调文化 他没有全部调文化 所以他的思考模式 跟你那个成文法 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说民事 你说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都第几条 你说形式 那就是第几条 你战争法是 要么就是有一些国际的公约 海亚公约啊 二内瓦公约啊 二内瓦公约1949有 但是更早 也是18多少年 也有啊 那个时候也开始啊 海亚公约1907年 就是民国前四年五年 这样 那个时候就变成国际惯例啊 他们又要讲 我中华民国没有通过 你不需要通过 那是国际惯例 那是所有文明国家 都遵守的 要不然你就放弃说 你是文明国家 可以啊 可以啊 你这样行为 也是接近野蛮啊 你就说你不是文明国家 对啊 你等于那个巴西 那个土著啊 那可以 那我们对巴西土著 我们也可以用老鼠论 来把它灭中 也可以啊 你要这样讲 也你受那个后果 对不对 所以 那是所有文明国家 要遵守的规范 不是说你没有通过 所以 这些人是非常的 不讲信用 也非常赖皮 那 没有完全调文化 还有一个情形 就是说 那种行为 已经形成国际惯例 也 以后才编入一个 国际公认的一个 一个条文 像一个公约 一个日内瓦公约 还有公约 但是并不表示 这个行为在那个以前 是不生效的 OK 就像你 你 一般 平时国际法 就说 我这个法什么时候生效 比如说 在台湾 外国人在 1992年什么 5月5号以前 没有就业服务法 以前 他没有工作的限制 有那个就业服务法以后 你必须申请工作证 你有各种 学历的限制 种种 那是一般 平时 平时法律 国际法 这个战争法不是这样 这个东西已经形成官吏 虽然日内瓦公约 1949 但是1945年 很多这个基本精神 都已经还在 所以你还是可以说 受到这个约束 对不对 他们主要的约束是什么 他们一个主要的精神就是 这个 无辜老百姓 在战区 不要受害 这个是一个 一直开这个国际会议 几百年来 从 我们谈现在的战争法 都是从 纳波仑时代 过后到现在 什么 中国古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那个不涉及 什么战争法 我们今天谈的战争法 他如果古时候 要把那个称战争法 那 那大概是他的自由 但是那不是我们谈的战争法 战争法是 主要是纳波仑时代 1820年 1830年 那个时候到现在 那有一些先进国家 像美国 他在 独立战争的时候 他也在遵守那些规定 他也在运用那个规定 所以 比较提早 他都已经有那个观念 但是普遍 整个世界来讲 可能是纳波仑时代过后 那已经变成惯例 大家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无辜老百姓 如何保护 对不对 军人是军人 打斗是打斗 所以为什么 他们去抓宾拉登 为什么 也差不多跟我刚刚讲的 他跟他的不属意 老鼠论 老鼠是什么 任你灭杀 为什么这样 因为美国说 你不是军人 军人有穿军服 军人有个领导者 军人有个记录 你不是啊 所以你要主张 俄内瓦的保护 我说 No 一句话 没有审判 没有什么 所以他冲进去 宾拉登的那个东西 宾拉登抓了几个人 要保护 离都不离 全部杀光 全部开枪 你跟那个暴徒在一起 以暴徒论 对不对 他们不管 这个行为 对不对 还有争议 但是 他们是这样想 所以 俄内瓦公约 被谈的是 战斗 军人 没有谈到这种 恐怖分子的这个 不穿军服 然后混在老百姓里面 做他的东西 说不定 这个是 目前战争法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 他们要 开会来讨论 我想有一些团体 也是开会来讨论 但是到今天还没有 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 所以 你可以同样的 你可以了解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可能要等 有形成国际共识 那才有 才有一个规范 如果慢慢形成国际共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在批评说 你这样对宾拉登是怎么样怎么样 美国就说 但是他不是战斗者 他不是俄内瓦工业的保护 有人就说不能这样讲 所以当然 什么新的法律问题 那你总是 有各方面争执 那必须慢慢形成一个共识才可以 这个还好这个行为 比较不牵涉到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讨论的 战争法规范或是法律规范或什么样 比较不形成到这个问题 比较不影响我们的 所以让他们 中东去讨论这个话题 对不对 所以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 美国宪法有 有没有承认国际法 有 他都有 都有承认 所以 如果你可以主张说好几个国家 他都是这样做 我们有这几个例子 那 不管有没有那个条文 什么公约什么什么 那 那OK了 你就说有好几个 这样 所以像战争法里面 呃 很多人不知道的 这个像 战令开始的时候 严格来说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宣布 没有需要 不需要特别宣布 有好几个战争法的学者 有这样讲 不需要特别的宣布 他认为这个行为 已经形成的 已经这个 但是反过来 结束的时候要有明确的宣布 结束要有明确的宣布 那你可以从我们刚刚讲的例子 美国军事政府在占领加利福尼亚 琉球 台湾都包括在内 琉球有没有宣布美军结束 有 尼克森宣布的 尼克森宣布的1972年5月15号生效 历史上有明确的记录 历史上有明确的记录 那什么时候对台湾宣布 没有就是没有 但是一般老百姓 或是在台湾所谓的国际法学者 他们对这个一窍不通 他们都不知道 我说那你要不要回到战争 你就去看战争是什么一个过程 你看占领是什么一个过程 同样的和平条约生效 并不表示占领结束 你去看那个战争整个过程 这个对他们来说天书 他没有一丝一毫对这样的了解 他这方面的领域跨不进去 所以他们一直喊他们 台湾是主权独立 他们喊这个 喊到全世界都烦了 你跟他讲 他说他们讲很多奇怪的话 唯有主权独立的国家可以签条约 我说神经病啊 流亡政府也可以签条约 他们对这些东西完全不懂 所以最近那个黄 整个独立运动 那个黄造堂都有退出啊 上天堂去继续研究啊 但是他不得起门而入所以 你要知道我们主席Sony 是后来去规划日本 但是他 是本来是台湾人嘛 他去日本好像40年 所以日本的这些老独派的 他都非常的熟啊 或是常常去日本跟所谓台桥 沟通的 这些水子他都 都非常的熟 你说什么黄造堂 你说什么乾隆至须世凯 这些人他跟他们非常的熟 那我说 那后来你 你为什么过来我们这边 他说 我搞了三十多年 那边就没有办法有个起色啊 但是我们花很多钱 他说他们花很多钱 搞台独啊 他本来是台独啊 这个我们必须原谅他 他进入了邪教啊 但是他不知道啊 在林志生没有出来念经以前啊 他不知道啊 对不对 我是少早在前面念一些经 给林志生听 他狂人大悟啊 后来他去到处去念经啊 Sony听到了 有道理啊 他说他们被骗很多钱 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翻过来 那 问题是 他好像在台独的团体里面 并不是领导者 他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参与人 但是他不是领导者 其他那些人都是领导者 那他现在去跟他们讲 这个 美国占领这一部分 他们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所以我们也有支持着 去跟这些人一对一 那个碰面 他跟他讲 那你怎么解释 这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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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解释呢 这个很难解释 但是按照零和论述 很好解释啊 就是这样一条线了 就很容易所有的东西 完全拼凑起来 OK啊 那他们回答说 那就不一定啊 那就可能 你们可能也看错了 所以他不敢 他不敢承认 我们的论述有什么价值 后来我碰到一个人 他跟我讲 他说他们不会承认 为什么 他说开玩笑 如果他承认这个 零和论述有什么价值 那他的子子就跑出来说 你不是说可以进入联合国啊 你不是说可以独立吗 那我每一年赚款 已经二十多年了 那你钱要还我耶 这样有可能吗 不可能啊 所以啊 他们嘴巴一定很硬啊 那个不行 那个不通啊 那个不通啊 所以他继续走嘛 虽然他的支持者 可能越来越少 他继续走 因为他被 自己的说法 他被绑架 他没办法改变 对不对 所以只能等他的支持者跑光了 但是他会继续这样 他会就悬挂在那里 一个领导者 没有支持者 对不对 到了后来就变成这样 那没有办法 OK 所以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所有 我们看到这些问题 那我们 就基本的出发点还是一样 我觉得说 美国 美国宪法基本上是 是我们出发点 那我记得 几年前 我陆陆续续看到这样的文章 因为美国西班牙战争 美国西班牙战争就是 大概是1898年嘛 所以 就本来是马关条约后三年嘛 1898年 那那个美国就是不喜欢 那个古巴的那个西班牙政府嘛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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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美国有一个 一个 办报纸的一个 一个 李志英的前锋 就是 他的名字叫 Hurst 他是 办那个报纸 然后他很喜欢办那个酸染性的 酸染性在那个时候 哦 报纸很好卖 所以就派很多记者去古巴 然后什么样的问题 就把它扩大 然后 然后 西班牙的暴行 西班牙的 管理人民 没有民族什么 这些就每天报到这个 连国会都生气 哦 西班牙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后来美国国会就 就决定 宣战 我们要解放古巴 所以派船去 然后 然后那些船又有一些 冲突又被炸掉什么 哦 美国国会很生气 派兵 就直接派兵 因为那个在美国的南端 没有 没有多元 所以就派兵了 然后 就说把西班牙 赶出我们北美洲 这个势力范围 因为那个时候西班牙 还有很多影响在那里 把他赶出去嘛 所以后来打古巴啦 古巴 古巴打了两三个月 1898年大概四月开始 7月17号 美国国旗就上去 美国国旗上去是表示什么 古巴变成美国领土吗 No 占领开始 占领不移转主权 那是占领的行为 所以也是一样看征服者 征服者的国旗上去 来台湾 接受日本投降 中华美国国旗上去 在我觉得 从任何法律角度来看 没有法律依据的 你不是征服者耶 是美国是征服者 应该美国国旗上去 美国是把这个地方打下来耶 美国要占领这个地方 再来 你中华民国的 你派兵的每个地方 那你的旗子放在那里嘛 要不然你的旗子就能摆在下面 对不对 等到1952年4月28 和平条约生效 没有给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那个就拿下来啊 美国海外管辖地啊 清清楚楚 台湾还有什么地位不确定 还没有 那个 就是 在和平条约生效以后 那个中华民国的旗子 应该拿下来啊 本来就不应该上去啊 不是他打下来的地方耶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随便生一个旗子 天下大乱 对不对 所以古巴在那里 那你知道 军人有一些基督问题 军人太悠闲也不好 所以他们在那里等着 因为后来 又有去攻打 把太平洋地方的 的菲律宾 又把菲律宾打下来 菲律宾也是花了几个月时间 把主要 他的地方 把打下来 后来关岛 跑去关岛 美军上岸 而关岛人跑出来说 干嘛干嘛 你要干嘛 拿了那么多枪 那么多炮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那时候我们 不同意西班牙在这里 不同意西班牙那你要怎么样 你说啊 西班牙国旗下来 美国国旗升 好了好了 马上给你做 你给我旗子我马上给你升啊 他就升上去 不要打不要打 他就跑回去他们家里继续煮晚饭 一天 好像没有开枪 一天 关岛一天 不到一天 不到二十四小时 就已经协议投降 全面投降 不要 不要打 还说你要不要 吃椰子汁 我们关岛的椰子汁 很好喝 对不对 还有等一下 小姐出来给你跳个草春舞 休息休息 不必打 所以关岛很容易 所以这几个地方下来以后 但是在 在古巴 在古巴那个军人有一点悠闲 军人太悠闲不好 所以那个军官就说 啊 我看这里附近 有个葡萄里克 他说那个小岛很漂亮啊 他就问美国总统 好了好了 你去处理啊 派军队到葡萄里克 好像不到一个礼拜 就把葡萄里克也打下来 对不对 也是符合大道理 把西班牙干出 北美洲势力范围 所以等到 等到这个 和平条约生效 反而是古巴 就跟台湾一样 西班牙放弃 没有说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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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想到说 我们未来的孩子要去 要派去台湾做女佣啊 所以我们要独立 这个不划算吧 他这么多岛屿 他没有看到将来 有那种恐怖分子 或什么会进军 他的力量不够 去保护这么多岛屿 让他的竞技 没有办法打起来 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菲律宾这样 求独立 可能不是很聪明 他还要负担国防 他还要负担外交 他还要负担把这个经济打起来 没有美国的大力帮忙 真的不好做 不好做 哪一天中国宣布 菲律宾是我中国固有领土 不要以为他不会啊 他可以请100个学者 来写什么论文这么好啊 等到他开始讲你哪里反驳 他派军你怎么办 他就是有这样的野心啊 所以这个不好做 菇巴 美国一直比较没有想 有人提议说菇巴作为一州 但是那个菇巴人就是要独立 所以 佛多里克就割给美国 OK 所以西班牙割 西班牙把这个菇巴割给美国以后 那现在很多台湾水者 他说你看 这样就证明啊 没有收受过 条约没有收受过 那就是给当地人民 这个又是完全不懂 这个历史过程 他不是给当地人民 绝对不是给当地人民 第一这种条约这个行为 什么割让什么放弃什么那些 那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一个行为 绝对不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行为 一群没有组织的人民就说 哦我们拿了台湾领土主权 你随时随时打开自由事报有没有 自由事报的社论最喜欢写这个 九金山和平条约没有制定 给这个台湾给谁 按照国际法这样就是给台湾人民 我不知道他看哪一本国际法 国际法没有这条耶 国际法完全没有这条啊 是要等当地人民形成自己的平民政府 民政府嘛 是他们要成立个民政府 所以这个军政府 美国军政府 先培养他们 先养他们 先辅导他们 成立民政府以后 再有一天 美国总统同意 把这个情形过户给他们 是这样做的 不是就简单的一句话 就说给人民 不是这样 哪一天应该写 写信给自由事报社长 这个很重要 所以古巴是这样 古巴这样我们就可以作为 台湾的一个模范就是台湾 一直都没有民政府 蒋介石领导的这些是流亡政府 他不是国际社会所承认的 台湾的民政府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都 因为没有彻底研究那个历史跟法理 就随便表面上去看 所以就误解重生 那普多利克虽然搁给美国 但是也是很有意思就是 因为他搁给美国以后 那美国就搞不清楚说 普多利克在美国宪法体系的位阶是什么 他是一州明明不是 他是外国地区也不是 他是国内领土也好像不是 那他的进口货品是用外国税率还是本国税率 美国宪法有规定本国州与州之间没有税 对不对 你从这里运东西到那边去没有税 那这个地方怎么办 有的人就主张他还是是从外国 有的人就说他已经应该是从本国搞不清楚 所以你就看到 那个所谓巴黎条约 美国西班牙和平条约 有没有写得很清楚 不清楚 所以后来就搞 美国动不动就搞 我是觉得这样也不错 旧政府也搞 有什么过不去你就搞 你用法院理清嘛 三权分立嘛 那你就用法院理清 所以他们搞那个案子到最高法院 他是 他的判决你要慢慢思考 他是讲他 Puerto Rico是国内的外国领土 你要慢慢思考这句话 国内的外国领土 就是你国内的领土分两种 有国内的国内领土 有国内的外国领土 那这个跟国外的领土又不一样 那其实你用这个角度 你慢慢思考 你去看台湾关系法 台湾他也是归类在这里 台湾关系法国内法把它当做外国领土 换一句话 列岛区 他是列岛区 美国的列岛区 美国管辖内的外国领土 那应该是美国旗子在飘的 对 他是这样解释 你要慢慢想 但是就换一句话说 美国的列岛区 所以今天关岛 波多里克 还有其他 沙摩尔群岛 魏京群岛 那些来源不是战争 那些是用 谈判的和金钱交换的 北马里安娜群岛 五个现在主要的列岛区 美国主要的列岛区五个 对不对 我所谓的主要是说他有本地人口 美国什么还有中途岛 还有很多那个岛 那个没有本地人口 那个是黄岛 那个是他派一些军人去 或是派一些研究人员去 那个很多 那个小岛很多 美国主张了 但是主要的这些列岛区五个 如果台湾美国的管辖就插入第六个 OK 所以这些 这些 管理台湾的一些法理 也可以从那个宪法 导出来 然后 特别是去看 美国西班牙战争后 有 其实有二十几个判决 有关这些新货的列岛区 的管辖问题 OK 所以 这个也 接过来 一个重要的提示 也是我觉得大家重要的误解 就是 后来 美国大法官 他所 发展出来的司法 司法逻辑 司法逻辑当然也是一种思考逻辑 但是 司法方面的思考逻辑 他所发展出来的逻辑就是 美国宪法不是自动适用在所有海外领土 OK 那今天很多人解释为 剥夺这些人的人权 不是剥夺他们的人权 OK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简单的例子就是 普特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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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上 有抗税活动 他在西班牙管辖下 他长期上有抗税活动 认为他的税太重 那就以美国来讲 用一般的税 他们后来去看 一般美国在 什么货务税 什么 关税 很多方面的税 如果用美国的很多标准去管理普特里克 还更高 美国的一般标准在那个时候 比普特里克 西班牙政府所实施的税率还要高 所以请问你 这个行得通吗 这个行不通 很明显这个行不通 所以你要说美国是统一税制 那你现在获得一个海外领土 行不通 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行得通 所以你必须想到别的办法 所以他们后来就发展出来这个 为合并领土的这种法理 为合并领土 他是另外一种税制 他可以设他自己的标准 所以就这样处理 另外一个税制 美国什么 统一税制的那条不适用 大法官就这样解释 因为历史 因为法理 因为他 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 几百年来跟美国的本土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法理 这个发展出来的 那接下来的 因为这些人的历史 民情各方面不一样 所以像类似 美国一直标榜的人权法典 美国宪法受标榜的人权法典 是修正案第一条到第十条 OK 这个时候标榜的这个 也是以前 美国一个总统 早期在研究宪法 Madison Madison 你那个人权限章 因为发觉说 美国宪法不是通过1787 1787年发觉说 里面的人权好像不够 他在你嘛 所以你去五十条 讲到一些人权的东西 这些是美国标榜为 保护美国人的人权 到海外领土 也有一点行不通 陪审团 当地人没有这个观念 陪审团就像 就像台湾一样 你叫台湾人参加陪审团 参加陪审团 我姓何 这个人姓张 我太太人是一个张先生 也是一个混蛋 有罪 我们还没有开始审判 你已经说有罪啊 对呀 我姓张的我不喜欢啊 对不对 或是怎么样 这个人姓何 现在开始讨论他有没有谋杀 无罪 我还没有开始讨论你说无罪 姓何本家的啊 我们家里的人要彼此保护啊 这种观念怎么做陪审团 这不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地方不行 陪审团这个观念 这个还要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才能培养人民比较有一种客观的作业方式 所以陪审团制度也不是自动用在海外领土 OK 所以这个往往很多条文 就是这个第一条到第十条修正案 主要用在所有美国有关下的地方 就是第五条修正案 LIFE LIBERTY PROPERTY DUE PROCESS OF LAW OK 生命自由财产正当法律程序 这几个这四个是主要用在所有的地方 OK 生命自由财产正当法律程序 这个都是要标准用在每一个 其他的东西你说 第二条 每个人拥有枪支 台湾没有这样的一个历史 美国从独立战争以来一直有民兵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军队 他们是要在每一个镇的广场就说 英国人来了英国人来了 自己拿枪抛出来然后在哪里集合 美国的历史是这样过来的嘛 所以后来人在家里都有枪好像变成一个惯例嘛 所以宪法后来把它写进来 其实这是基于这个民兵的这种历史 而台湾没有这种历史啊 除了一些山地同胞 可能自己有一些枪支 有一些武器以外没有 所以你说 我们假如美国海外管辖体系 还会每个人有枪 不会 不会还是维持原来的那个 OK 所以我们要了解 很多人很多在台湾的学者 就算他学过美国宪法 他的观念也就是50兆的观念 他完全没有海外领土的观念 你问他说 普德里克今天用美国宪法是什么情形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就跟你讲说 完蛋了 如果将来给美国管 那我走在街上马上被枪劫 每一个人都有枪啊 对不对 那的陪审团制度 台湾人不够客观啊这样子 乱七八糟的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解释他所知道的美国宪法 这样部分 这样不太正确 海外的是不同的 而且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是 我想前面讲的 就像我们在伊拉克接受投降 还是阿富汗接受投降 并不是那个地方变成美国的一部分 这里的水子说 你要变成美国的一部分 不是 这个不是我们的论述 不是变成美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用 签词用字要很明确 我不是美国的一部分 我美国的管辖体系 我们强调的是自治 OK 所以自治 自己管自己 如果同样的 我喜欢美国的那个人权保障 但是按照大法官的判决 我没有那样的保障 没有关系 我自己 台湾的参议会 台湾的国会 我自己通过那样的法律 我就有了 我可以自己通过 所以有的人批评 美国的那些判决说 今天Puerto Rico人民 已经足够成熟 已经可以有陪审团 但是美国混蛋大法官 不给我们陪审团 这种批评是完全没有道理 你可以自己通过那样的法律 你就有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有完整的保障 或是你地方的自治法 可以加进去 这个没有限制你什么 反而是让你的运作上 比较自由而已 不给你绑手绑脚的 所以我们时间 是不是快要休息几分钟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继续 好 谢谢各位 起 起立 走 休息10分钟